大家好,欢迎收看TikBall 这是TikBall网站所制作的Podcast节目 我是主持人陈浩鹏 我们会邀请跨领域的工作者 来节目中分享和科技有关的看法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胆固醇易经的话题 那这几年因为电子书墨水阅读器的关系 大家对于电子墨水、电子纸这个议题不太陌生 那电子纸因为字体自己本身不会发光 所以当你长时间阅读的时候对眼睛比较舒服 那同时因为电子墨水双文态的一个特性 让它在不切换萤幕的时候基本上不耗电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电子墨水阅读器都号称 可以待机半个月这样子 但是其实具备这两种特性的材质 除了电子墨水之外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胆固醇易经 那富东科技是一间整合LCD易经萤幕显示器 和各类触控技术的一个厂商 今天我们就请富东科技总经理陈振宇 James和市场行销顾问杨景瑶 Fred来和我们谈一谈关于胆固醇易经的话题 那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谢谢浩鹏的邀约 浩鹏好 我是Fred 杨景瑶 那回到我们刚刚的一个话题 就是电子墨水阅读器这几年 其实在台湾市场 我觉得它有一定的热度 所以因为随着这几间平台不断的退出阅读器 那大家好像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尤其是一些重度的阅读使用者 通常自己会选购嘛 那除了电子墨水 我们刚刚讲它的两个特性 一个是因为它自己不会有直射光 所以眼睛比较舒服 第二个是因为它省电 那其实胆固醇易经也具备同样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话题呢 好多年前就在谈了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只闻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一直到我前几个月看到你们拿了一台 胆固醇易经的阅读器 所以今天我请两位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讲什么是胆固醇易经 它跟胆固醇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个很好玩 当时发明者 它是这个RGB 就是三片玻璃的叠构 那它从显微镜看下去 发现这个跟我们人体的一个胆固醇 的这个叠构非常像 所以取名叫做胆固醇易经 其实还蛮没创意的 所以它基本上跟人类的胆固醇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纯粹只是因为它叠构的部分 长得像而已 对 跟人体都没有关系 对 所以不管你胆固醇高或低 也不是说只有胆固醇 没有什么影响 也不是说胆固醇高的人 才可以使用这个阅读器 胆固醇易经的这个电子阅读器 那它基本上是以易经形式的这个制程 那为什么叫胆固醇 因为胆固醇易经的面板 它是这个RGB三层叠构 那它的叠构的形状 很像我们人体的胆固醇 所以当时学者就称为它叫做胆固醇易经 那这个胆固醇易经 这个名字很耸动 所以对消费者来说 很好记这个新的产品的一个技术 那你说它新吗 其实这个在二十几年前 日本就已经就有了一个技术 那甚至更早以前在美国 这个有一个Can Display 肯特大学这边 那就有这一个这个技术存在了 那一路这样子从单色 然后到这个这个全彩 它其实迈入了已经一二十年的历程 所以其实从胆固醇易经 它的目标竞争的对手 一直都是电子墨税 就是现在的e-ink这个电子墨税 因为他们两个的特性实在太接近了 但只是说电子墨税是这种电勇式的 那胆固醇易经就是易经萤幕 是 但它跟原来的易经萤幕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我们易经萤幕 其实已经大家用了几十年了 从电脑萤幕 手机 平板 那胆固醇易经 跟我们一般熟知的易经萤幕 他们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传统易经来说的话 它都有主动式的一个背光源 只要一插电开机 那它的这个背光就会一直显示 那这个就会有蓝光的一个产生 那胆固醇易经的话 它是靠反射式的 所以是环境光源越强 那这个显示的效果越好 那另外一个是说 在节能减碳的这个议题上 这个胆固醇易经 它是翻页的时候 它才会耗电 那当它翻完页之后呢 它又不会画面不会呈现黑色 一般我们传统易经的话 你只要没有电之后 一幕就黑屏了嘛 那胆固醇易经这个电子纸的话 它这个是个双文态顾名之一 就是说 我没有动的时候 它画面还在 所以使用来说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海报 我不需要一直供电 原本的画面就一直存在 那在翻页的时候 它才会耗电 所以其实跟一般理解的 电子纸的原理基本上都一样 只是它们两个显示的原理不同 对 这是跟传统易经的一个比较 所以同样就是在那个胆固醇易经 它在使用的时候 它因为自己本身不发光 所以你必须在一个有光源的地方 才能够看嘛 就是我们一般用手机 有时候走到大太阳底下去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但是胆固醇易经可以在大太阳底下 反而看得更清楚 这个就是胆固醇易经的优点 优点 对 在户外来说 户外环境光源越强 那它的呈现的一个效果是最佳的 那你看像我们手机好了 我们即便现在是这个OLED面板 那我们在户外的话 反而是说你户外环境光源越强 那我们的这个行动装置 手机啊平板啊 越看不清楚 越看不清楚 即便你的背光已经开到最强了 你还是看得很不清楚 所以这就是电子纸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点 那个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就是在背光源的问题 那像我之前拿去跟几个这个主编去展示的时候 那他们一在这个强光下看到的时候 他们就主动想说会不会不清楚 就会去翻转那个画面 就有发现比他们预期会清楚很多 而且是月亮的光源 甚至我们会打开这个手机背后的这个手电筒 直接照射反过程易经面板 让他看到说跟黑暗的状况比较起来的话 反而是月亮 他越清楚 甚至会拿到窗户旁边 让太阳直射 这个效果他就会非常的这个 因为他需要环境光源 环境光源越明亮 他的显示效果会越好 我们刚刚一在讲说 其实展固醇易经 他的竞争对手是电子墨水 那他对比电子墨水 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跟电子墨水比 第一个我们直观就是在他色彩的部分 因为大家虽然对电子墨水的这个色彩的眼镜 大家是期待 其实已经觉得还蛮不错 但是跟真实的照片比较起来 我的第一个感觉 就是所有的主编看到他的这个画面 尤其是照片画面的时候 都会挖了一声 因为他很难想象 你说看到谁挖了一声 看到打鼓手易经挖了一声 还是看到电子墨水挖了一声 听到名字挖了一声 看到他的照片呈现的画面的时候 他会挖的一声 因为跟原本的这个电子只能呈现的 这个概念上来说 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们就很期待 像一些比较时尚杂志 旅游杂志 甚至或者是一些古迹 典籍这些拍摄的照片 就是颜色没有那么鲜明的状况之下 从胆固醇电子纸画面看起来的照片 跟一般我们的理解的照片 基本上已经是非常相近 所以他们都还蛮满意这个效果 所以胆固醇衣经最迷人的地方就是说 我们是直接做彩色 而且我们的彩色是全彩1600万色 那这个跟这个传统的电子墨水来说的话 他是从黑白 那到现在最高的一个技术是在5万色 一般还是4096色 对 已经量产品的话 他是以4096色为主 那当然我们也看过这个所谓的5万色 跟我们这个1600万色 显示展的时候都看过 对 还是有一段的一个差距 那这个就是胆固醇液晶 这个面板的一个特色跟优点 所以你就说胆固醇液晶跟电子纸 现在最大的一个差别是在色彩表现的部分 因为胆固醇液晶可以做到1600万色 那目前电子纸大概就是4096色到5万色之间 所以彩色是他最大的优势 对 昊彭刚刚讲到 我会称为他彩色 而我们胆固醇液晶称为全彩 OK 那目前胆固醇液晶的荧幕解析度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等级 直观来看的话 数据上账面来看的话 他现在是PPI是做到128 那在字体的部分的话 当然很多人会拿来跟电子墨水去做这个对比 那当字体小的时候 还是会这个精准度还是会差一点点 但是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软体可以做这方面的调整 那一方面是说 我们现在看到之后延续性可预见的技术 会往200PPI这边走 那估计在这个尺寸10寸或13.3寸 这个尺寸的大小 它应该会达到一个消费者阅读的一个很好的 这个平衡 就是在一个可视的距离范围内 200PPI左右 让字体可以做一个比较清楚的阅读 这个我有跟几个编辑方面的这个专家有稍微讨论过 那因为目前都还是纸面上的数据 但是以他们的经验来说 这样应该是可行的 因为一般我们知道的纸张的印刷品的解析度 就是300PPI 所以这也是黑白电子墨水 现在能够做到的显示程度 那当然到了彩色的时候 电子墨水会剩下150PPI 但是现在的液晶萤幕 现在你说的是128 但是接下来可以做到200 是 所以这个对于电子阅读器的使用者来说 是一大福音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具备了全彩 那也从128PPI 一直朝着200PPI的一个技术开发眼镜中 所以对user来说 这是更好的一个电子阅读器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刚听你讲的意思是说 当它的那个阅读器的尺寸变大的时候 它的画面看起来还会相对的比较舒服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 如果你解析度固定 那你的尺寸越大 那它的DPI就会相对变小 对 所以你刚刚讲的是什么 我刚刚提到的是说 因为以前阅读器的尺寸比较小 可能是6寸 8寸这个尺寸 所以在这么小的画面 阅读的这个空间里面 那字体相对要塞进足够内容 字体就会相对要很小 所以它的这个对比度要够高 或那个PPI要够高 才能看得够清楚 但是如果你放大到10寸到13.3的之后 进行字体大小 PPI在脑中做完组合之后 觉得应该可行 所以这是显然问过行内的人的意见 其实现在的很多读者 对于电子墨水阅读器 通常就是会觉得 第一个可能觉得CPU不够快 所以就觉得有时候 碰到一些那种图画式的时候 觉得翻页速度不够快 这是现在有时候有一些读者他们的反应 所以你会发现说 看一些讨论区的时候 大家很在意这种速度快不快 翻页速度快不快 规格还是很在意的 那胆固醇液晶目前的表现 是什么样的情况 现在的话 我们会讲这个翻页速度 那以全彩来说的话 我们最快可以做到0.7秒 那如果以颜色整个Pitcher Quality 会比较好的话 我们会落在大概1.5秒左右 你说1.5秒一页 那你使用者可以接送吗 所以我们现在几个 我们有拜访几个出版社 我们是以同书绘本这一类的客群 就是文字相对比较少的一个画面 然后去做翻页 那当然这个是1.5秒是 看起来的画质会是最好的 0.7秒这一个的话就快刷 可是它的Pitcher Quality 可能就没有达到 这个读者期待全彩的那个效果 所以目前党固存益金 就是设定它的一个市场的客群 跟它的目标视听众会聚焦在哪一些地方 因为它的刷新特性 刚刚提到就是说 我们大概综合平均会抓在1.2秒 那但是这个翻页的这个翻页线 还是比较明显 但是有一些出版界朋友 也建议我们把它做成一个 因为它刚好是一条线 刚好做成一种翻页的感觉 去跟翻页的习惯去做一个平衡 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掩盖 让它动作比较自然 所以说一般的阅读 还是我们现在的一个主看的一个方向 那但是因为刚刚有提到它色彩的特性 所以我们也会去特别去补足 对色彩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环境场合 比如说像儿童和童书这一块 绘本和童书这一块 因为基本上他们都是全彩以图画为主 那再加上应该刚刚提到 有些护眼的这个特性 所以这一块是很受一些父母家长老师 他们会特别对这个技术应用在这个环境 他会特别重视 那另外有一些特殊使用 比如说他们在对比一些大量阅读 比如说看论文 看一些科学研究会有图片 大量的图字图图片去做这个比对的时候 那原本电子只是在护眼的这个部分 对他们帮助很大 但是有些照片或图表 的确有彩色跟没有彩色 对阅读差别还是很大 所以这块需求也蛮大的 所以有些专门做这种大数据资料库 这种论文资料库的 会跟我们有聊到他们有这个需求 那其他就是刚刚提到说 有一些杂志 尤其是一些时尚 运动 旅游 杂志有大量的这种图片 才能够提升阅读效果的 那可能对于我们这一片 胆固存面板来说 会是一个更好的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们大概是锁定 这个几个类型的读者的 补充一下像食谱 食谱这一块也之前有人在重视 因为食谱毕竟色香味 那这个色如果看不到的话 对于要看食谱来做菜的读者来说 就是差了一个距离 所以读者是一个很好的应用 颜色是它最大的优势 没错 所以只要能够尽量要用到 颜色照片的地方 都是目前要优先争取的客户 可以这么说 所以在看电子墨水 远远看 远看是朵花 近看是我妈 所以在我们胆固存液晶来说的话 是真实呈现 远看近看都是长一样的 你知道之前我在测 那个电子墨水阅读器的时候 我很喜欢拿那个照片来试试看 所以这也是各家厂商 叫古连天的地方 因为他们要不断地去调整那个配色 所以这个在胆固存液晶幕面 可能看写真集就会舒服很多 这个应用应该也 隐藏版的重大应用 你刚讲说那个胆固存液晶 它之所以因为叫胆固存 是因为它是RGB三层面板叠加起来的 那你用三层面板把它加起来 它的厚度不会变得比较厚吗 它会跟这个电子墨水来比的话 厚度会的确会厚一点点 因为这就是产品的一个要trade off 那因为我们要做到全彩 然后用RGB三摄去做跌购 所以厚度不会差太多啦 所以我们在机构设计 整机的一个电子阅读器 我们会想办法朝清量化 因为厚度没办法再减少 那我们就从重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厚度目前没办法 所以就想办法在其他的部分 让它变得更轻一点 是的 没错 你刚才讲的就这个意思嘛 对 或者是在一些电池 或电路板的设计上面 那可能会再针对它的结构 去做优化 但是我发现大尺寸的话 可能这个影响就 比如说10到13.3 这个厚度 因为可以均摊起来 里面的一些结构可以均摊 我觉得可能消费者感受会不明显 但是比较小尺寸的话 可能就很难避免 它天生就三层对一层 这个是物理上的特性 就很难去做 就是当胆固醇液金做到越大尺寸 因为你有越大的空间去 可以做其他的设计 没错 所以去放一些结构 可以放在一边角 所以显然把它做大一点 也是一种优势 但其实我刚一直想要问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胆固醇液金这个话题 其实很多年前我就已经有听说了 譬如说你刚刚也讲 二十几年前就在开发了 可是为什么它会这么慢 才开始要进入到一个消费性的市场 它的难度到底在什么地方 它的技术难度 这个在十几二十年前 主要是驱动的一个方式 现在驱动 因为各大面板厂的驱动的方式 一直在演进 那胆固醇液金 它现在搭配 现在这个电路的一个驱动 所以它可以加快 把这个胆固醇液金面板问世 那去做其他的一个产品应用 例如说 这个胆固醇液金的全彩电子阅读器 或者是一些这个Signage 就是广告机的一个应用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外看板的一个应用 还有就是这种床头卡 医院在使用的 甚至像这个班牌 每间学校的一个班牌 尤其班牌在走廊上 那又有半户外 所以其实它在这个节能减碳 基本上它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它不需要靠供电 走廊 你看这个环境光源越强 那它的颜色的效果越好 呈现的效果越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 胆固醇液金的这个全彩电子纸 在户外的应用 会比这个电子墨水来的 更好使用 其实你知道 我现在一直在问你这些问题 有时候我自己都会有一点 不太知道怎么接下去问的意思是说 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些特性 在电子墨水上 我们已经被教育很多年了 就是它的应用的范围 就是譬如说像 店里面的海报 店里面那个点餐的牌 或者人家在那个显示展的时候 你都可以看得到一些那种 病房里头的那个床头的那个卡片 就是那种对电子标签 就是所以胆固醇液金 它也同样都可以应用在这些完全相同的领域里头 这个完全可以应用在这个电子墨水的长域 那胆固醇液金它是可以更优 尤其是在户外的一个应用 那你看 在户外会更优 对啊 因为彩色的关系吗 因为全彩 你一定要强调全彩的关系 那而且它是这个 这个液金type的 液晶形式的 那你看我们现在不论在 我们不论在欧洲 或者是在美国 那有一些户外的一个这个商场 那它都基本上会配一个65吋 甚至75吋的这个高亮度的 的这个液晶面板 那这个相对的这个耗电 是非常高的 那假设我们今天是 我们不要讲到65吋75吋 我们55吋来说的话 这个胆固醇液金的面板做成Signage 我基本上只有翻页的时候才会耗电 那环境光源越强 那我的荧幕的这个呈现的效果是更佳的 你刚刚讲这个大尺寸 电子墨水也可以做得到 有两个是我觉得在大尺寸 可能会有一个发展 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一个是成本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胆固醇液晶 它还是根基于很多制造端的技术 会根基于传统的这个液晶技术 去微调之后就能做这样的生产 那这个我们知道很多6吋厂8吋厂 现在都传统的TFT厂 都要有往这个淘汰关线的地方走 所以在成本折旧的这个状态之下 那他们做我们这个大尺寸来说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 等于是说把旧产线再利用的一个过程 所以新产品可以让它的成本曲线大幅下降 就是你用原来的液晶的制程 可以很快地转换到胆固醇液晶上面去 是的 所以也可以听到一些面板厂 会对这个技术也很感到兴趣 因为他们的这些资产有可能会有再活化起来的这个机会 那另外还有一点实用面可以考虑到说 就是毕竟胆固醇液晶是基于液晶面板的这个底层 所以它很多在户外的这些考验 你说高温 温差 湿度 还有这些各种风沙 这种环境压力 它基本上都已经透过都已经接受过检验 跟有相关的技术都已经成熟了 那我们游厂的技术在这种环境之下 那能够保持的稳定性 还有它使用的这个时间 因为使用的时间对于很多广告商来商 就是他们的成本来源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相信在大尺寸的部分 可能会再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这个发展趋势 然后胆固醇液晶的优势可能会再被凸显出来 我们之前都在讲说电子墨水阅读器 电子纸的特性因为自己本身不发光 所以要靠反射光 所以它阅读起来 其实对长时间阅读对眼睛会比较舒服一点 那这一点特性在胆固醇液晶上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对 它技术是一样的 原理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环境光源越强 那我们的眼睛看的这个颜色 反射到眼睛的一个影像也是越好的 那当然环境光源越弱 我们就不适合阅读嘛 那当然就跟纸的反射的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个技术来说的话 因为是这个靠环境光源 然后面板它没有自主背光 所以它不会有蓝光的一个伤害 如果说胆固醇液晶一直都是在要跟电子墨水 做直接的一个竞争的话 那现在的胆固醇液晶 它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就刚刚提到一个是反应速度 那反应速度目前是它一个比较 因为是跟它的物理特性有关 所以目前再怎么优化 刚刚提到最多就是0.7 0.8秒 所以除非它要再演进到下一步的主动技术 那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 那另外刚刚提到就是说 它现在的PPI的部分 那它也持续在进步 但是PPI进步会不会影响到对比 因为有一些显示的这个特性 彼此之间会有互相影响 那有影响的部分可能要再靠软体去修 所以它的一个最佳可视的一个画面的呈现 可能后续还要不少的这个工作量 那另外还有一个点 就是说它目前对APP的使用的这个流畅性 也还在调整 就跟当时的电子墨水纸也有一样的状况 因为驱动特性不同 所以都还要去做一个这样子的 后续的去优化 那这样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加入 我们变成一个生态系的概念 然后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内容 然后配合我们的这个材质的特性 去做调整之后 那随着我们正式产品推出的时候 那才能让读者有更好的体验 所以这些工作量其实都还不小 但其实你知道吗 我还是一直觉得说 有些东西当它一旦有了 接下来要改进跟突破 就会比较快 我觉得一开始最难的就是 那东西根本就生不出来 大家在那边讲半天 你连东西都没有 我连怎么改 我都不知道怎么改 你讲的没错 所以至少我们把第一个可以量产 已经量产的一个产品 推到市场上 那回到刚刚Freder有提到的 未来的一个趋势 我们是正朝着这个主动式的 那主动式的话 它有TFT的背板 那就可以达到接近传统LCD的一个刷新速度 就是速度会变快 对 但它依然是反射光 对 它可能做在200ms以内 所以等于是刷过去 就跟毫无感觉 那甚至未来有可能播动画 就基本的视频的播放 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 虽然不像电竞那样 要非常高的刷新率 但是希望基本的画面 是可以做呈现 你知道我之前听到 这个展规者疫情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像我们这种整天 需要坐在电脑荧幕前面 然后一看就是8小时 10小时的人 如果今天有一个可以让你 眼睛比较舒服的荧幕来说 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像去年在国际书展的时候 我就有看到 有那种电子纸的外接荧幕 那有很多的那个程式设计师 会去购买 因为他觉得他 反正他写程式就只要看call就好了 所以他盯着那个荧幕 会比较舒服一点 但是显然他的限制 也就是刚刚讲的 你很难在上面播任何的影片 或者是那种动画 因为他就是那个电子纸的反应速度 就是没那么快 这是跟液晶荧幕比不上的 所以我本来一直也期待说 短固醇液晶可以做到 第一个不主动发光 然后又有传统液晶荧幕的反应速度 当然显然这一点 现在是还有待克服 对 我们正在努力积极加快的克服 把这个产品 第一代想办法让它上市 那刚刚有提到的 播电影可能从10帧 然后朝着这个24帧 所以我们现在是零 要想办法迈进10帧 那到未来我们希望到24帧 那刚刚有提到 其实这个电子阅读器来说 我们去了很多学校 校长都告诉我们说 我不要用传统的那种pad 为什么 因为学生都会看影片 那他喜欢用这个电子阅读器 可是黑白他又觉得有一些课本的内容 他希望是彩色的 他看到我们这个全彩 他说很好 就这个 那我们又跟他说 可是不能播影片 校长就说 那更好 小朋友都不用 都就不会是自己去看什么YouTube 这一类的 所以这个蛮受学校的这个校长老师的一个期待 所以教育市场是一个可以考量的东西 因为他有护眼的好处 但是他又不能像一般的平板一样 让你安装一些有的没有的 看一些有的没有的 所以教育市场是我们得到最大的 这个正回馈的一个领域 因为我们的缺点 刚好现在对他们来说都是优点 不过他们也给我们很多其他的一个想法跟期待 比如说他们觉得说 平板的问题虽然电子纸可以解决 但是他们就提到说 他们的大的交互型的这个面板 就是在教室前面替代黑板这种白板 他们也希望我们有能力 未来大尺寸之后可以克服 因为他说很多小朋友 其实很多是盯的这个大荧幕看 其实也是逃不过蓝光的这个折腾 甚至有些家长会希望他的小孩 不要做前三排 尽量是往三排以后做 那也会考量这个影响 那但是老师用的交互式白板 就一定跑不了要有些互动 有些影片 所以这个也给我们下一代技术有很高的期许 跟这个期待 所以我们也是想要往下一代有加速发展的这个趋势 那像你觉得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 主动式的 然后呢 反应速度变快这件事情 距离技术突破 你觉得还要多久的时间 大概再给我们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OK 一年到一年半 可能Prototype会快一点 就是一个样品 可能大概半年 但是现在你手楼上已经有一个最第一版的产品出来了 对不对 目前是以被动式为主 被动式 那这个东西会到市场上去吗 会 所以就刚刚有提到 我们第一个锁定的一个客群 就是同书 绘本 漫画书 或者是写真书 这一类的一个产品 因为这是全彩 然后以图片为主 那我们这个从128 那快速进阶到200ppi 那从10寸一直到13.3寸 甚至到27寸32寸这种 那这一块就是我们一直正在进行中的产品开发 你刚刚讲说 传统的那个液晶厂只要稍加改变 就可以加入胆固醇液晶的一个生产 所以他生产的尺寸也可以越来越大 只要是现在液晶面板厂 玻璃切割的尺寸 从小从6寸甚至到100寸 只要是液晶的制成 基本上都可以达到这个胆固醇液晶 需要的一个尺寸 那再来就是说 胆固醇液晶刚刚我们有提到 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全彩 那其实在产品应用来说的话 户外有很多的一个 户外广告看板的需求 所以我们目前也在做进一步的一个开发 就是结合太阳能板 等于是说我液晶面板的后面 直接加了一个太阳的面板 变成是一体式的一个产品设计 那放在户外 有制供电的一个功能 我们称为叫Infinity Display 这个产品线 那这个像户外广告公车站牌 现在看到的是上面 面板的上面都会加一个太阳能板 那胆固醇液晶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穿透式的 所以它可以把太阳能板装在面板的后面 变成一体式 这个对于这个产品开发设计 或者是厂域设计的一个设计师 他就不需要还要去装了一块太阳能板 整个的包袱设计的美感会相对 就是你的产品里头自己已经本身具备了太阳能板 所以它就可以自己供应自己的电源 但是因为它的耗电又耗电很低 因为除非你要换画面 但它基本上不耗电 所以它可以在某种需要长时间展示的那种场所里头去运用 比如说什么屋外的广告看板 捷运的外面的那些看板 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便利商店一些连锁餐饮 他们可能是早餐午餐晚餐 或者是某些特价的时候 才会去更换他们的这个价格牌标牌的时候 那这种需要繁衍 但是繁衍的频率又不高的场景 那就会是我们最好的这个利用 甚至可以到不差电的这个我们最理想的状况 所以刚刚浩黄奇没有提到 就说胆固醇液晶或电子值这样的发展 这么多年来 为什么是现在才有这个比较明显的突破 其实最早这两个技术 其实早就有这个雏形 但是显示器的技术就一直往高刷新 还有高解析这个地方走 所以有一段时间 让这两个技术其实很没有方向 因为他们在这两个方向都是落后的 但是世代改变了 因为显示这到处都是频的 所以视力的问题 现在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考量 另外就是节能审探ESG的问题 这两个点让这两个技术 就翻转了 找到他的出路 所以他就不在一条轨道上竞争了 就是本来技术的演进是朝着更快 更强更亮 这条路上一直走 可是走个几十年之后 突然发现回来原来的优点 现在已经开始要变成缺点了 所以原来即将要被淘汰的技术 突然变成的是优点了 所以胆固醇液晶也是在最近才开始找到 他正确的一个方向 这个很有趣 这个就是一个事在技术的循环 好了 那也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跟我们聊 胆固醇液晶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话题 我相信对于很多的读者或听众来说 这个名词可能以前不够熟悉 但是我相信从明年开始 你应该会在很多的领域 常常听到胆固醇液晶这个名词 那我们接下来如果有一些什么新的发展 或者你们的产品真的做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 或者让我们的媒体来好好的测试测试 好 这个第一时间有什么好的产品 我们都会拿来跟胆棚分享 我们也是第一次曝光 在台湾等于说第一次把这个概念 跟这个读者沟通 也是很高兴可以透过胆棚这边这么好的平台 然后跟大家做第一次的接触 那希望大家未来会喜欢这个产品 好 那我们就谢谢James跟Fred的分享了 那也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